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喵妹说电影,今天喵妹给大家分享电影《罪恶之家》 1912年正是第二次工业革命蓬勃发展,在英格兰的某座庄园内 柏林一家以及女婿杰拉德五人正其乐融融地围在一起,享受着家庭晚餐 今晚是柏林小姐和杰拉德的订婚之夜,杰拉德的父亲是柏林先生的老对手 此次两人能够联姻,意味着他们能够建立起商业联盟 当下经济有些低迷,如果能形成垄断,就可以赚取更多的利润 没有比这更令人开心的事了,他们正谈得正欢,一位名叫古德的警官突然到访 前来调查三个小时前喝消毒剂自杀的女子一案 看过照片之后,柏林先生回想了起来,艾娃是他们的纺织品工厂里的工人 由于经济低迷,工人已经两年没涨过薪水了 总算等到工厂接到大订单,艾娃组织起一场罢工来要求提高薪资 起初柏林先生提出给她涨薪资来平息罢工 但艾娃拒绝了,认为要涨一起涨 几周后,工人们生活难以为继,陆续回到了工厂里上班 不过柏林先生解雇了艾娃 而警长认为,正是艾娃被解雇才会有之后的连锁反应,使她不得不自禁 柏林小姐听到了他们的对话,问及艾娃的情况,并替她的死感到可惜 正要离开却被警长叫住 说艾娃后来在高档商场内找到了工作,却因为柏林小姐的投诉,不得不离开 看了照片之后,柏林小姐支支吾吾的承认了 由于嫉妒艾娃的美貌,要求服装店经理辞退她 警长继续说道,再次失去工作之后,饥寒交迫的艾娃将名字改为戴希 听到这个名字,杰拉德突然心虚的倒起了酒 但大家都觉得她认识这个人 面对未婚妻的质问,杰拉德只好将事情说了出来 她在酒吧第一次遇见了艾娃 见她窘迫的样子,邀请她一起吃了顿饭 了解完她的情况后,又欣赏她的美貌 于是将朋友扣下来的房子让给她住 不久之后,她就成了杰拉德的情妇 但过了一段时间,她们就分开了 柏林小姐浑身颤抖,因为这件事发生在她们交往之后 她缓缓拿下订婚戒指,还给了杰拉德 婚事黄了,柏林先生对警长怒目而视 警长这时却将照片给了柏林夫人看 柏林夫人经营着一个女性慈善组织 在两周前,她拒绝了艾娃的求助 当时艾娃自身柏林夫人已经怀有三个月的身孕 柏林夫人却觉得她没资格这么叫 问起孩子父亲的名字,她又不肯透露 于是便拒绝了她的求助 最后,警长将照片给经营不定的柏林公子看 她一下就陷入了回忆之中 柏林公子也在酒白遇到了艾娃 当时艾娃将名字改成了沙拉 一开始虽带着强迫 不过后来,他们顺利成章地在了一起 得知艾娃怀孕后 柏林公子甚至不惜偷客户的钱送给她 但她拒绝了 于是才有了去女性慈善组织寻求帮助一事 警长缓缓说道,虽然艾娃是自杀 但你们每个人都是杀死她的帮凶 柏林先生还希望用钱去补偿 但为时已晚 警长接着说,还有成千上万的艾娃与我们同在 他们的命运与我们的想法和做法密不可分 在这个世界,人类是一体的 我们要对彼此负责 否则将会有一场邪与泪 痛苦与悲悯的灾难来教育人类 说完便转身离开 冷静下来之后,杰拉德却觉得奇怪 警长没有说去任何证词 只是想他们直面自己的所作所为 而且照片是一个人一个人的看 难保见到的是同一个人 打电话到警局 才了解到根本就没有古德警官的存在 问了医院,今晚也没有人自杀 大家顿时松了一口气 与此同时,艾娃因服下消毒剂被送往医院 然而抢救无效已经死亡 古德警长握着他的手坐在他的旁边 或是小姐回头一看 根本就没有人在那里 柏林家中的电话响了起来 内容是,一个女孩死了,自杀 一位警官正在赶来的路上 要问他们一些问题 很明显,他们还将经历一场忏悔 古德警长从名字和行动上 都暗示着他就是上帝 他的预言也是对的 两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人类历史上的浩劫 但这场邪与泪,痛苦与悲悯的灾难 并未使人类觉悟 大家都以为,事不关己就可以高高挂起 而事实上,每一个旁观者都是帮凶 好啦,今天就说到这里啦 你的点赞和留言就是对喵妹的最大